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來自美洲各國的大廚 日前齊聚阿根廷首都 爭奪美洲披薩冠軍頭銜 除了廚藝外 大廚們還展現了各種花式的餅皮拋接 並加入地板動作 甚至將餅皮點火旋轉 令人大開眼界 跟著節奏拍打麵團 將餅皮高高拋起 大廚們各個時出渾身解數 第二屆泛美披薩檢標賽 以及第十屆披薩和餡餅檢標賽 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諾斯艾莉斯 熱鬧展開 來自墨西哥 美國智利和阿根廷等 十多個國家的150名選手 在舞台上用12個烤箱進行比賽 合計做出575份作品 交由18名裁判 以及記者和主廚 組成的30人評審團評分 選出每週的披薩冠軍 我非常喜歡 我非常喜歡參加 我非常好參加 這很棒的 競爛的比賽 都非常好 接下來比賽進入表演模式 一名大廚走到舞台前方 甩起餅皮 星雲流水 這是2019年冠軍大廚 帶來的特別演出 今年的参赛者实力也相当坚强 除了大甩饼皮 还加入地板动作 甚至将饼皮点火 不停旋转再旋转 就是要赢得评审青睐 比赛终了由阿根廷选手拿下冠军 将在明年意大利帕尔玛的 2023年世界披萨锦标赛中 代表阿根廷出赛 并可获得赞助商奖金8250美元 折合台币约24万元